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古壇思見》 我是司機甘的李浩德 在我旁邊是蕭榮清晰先生 司老闆你好 你好 今天是2月14日 我們就跟大家說一聲情人節快樂 是 很久情人節應該有很多節目 今天可能人們都不敢出街 可以在家製作節目 更加符合情人的需要 在家裏浪漫溫起 當然,因為疫情暫時仍然很擔心 不過市市仍然很嚴重 有些出乎意料 因為疫情多多少少是對經濟不利 剛才說出街消費、飲食等人少了 即是餐飲零售 酒店、旅遊、銜板受影響 但股市就升 股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這段時間 大陸為了對抗疫情對經濟影響 都用了一個最傳統的方法 就是放水 希望用一些經濟手團放水 去支撐一下 尤其是這段時間 很多企業的靈魂都有影響 是否值 yang能雨漲流至香港 最簡單的 每天經過中港方向要衝 香港買股票的比例也較高 甚至外資會買上港股 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 股市的企業 сказать,還令疫情先進一步 你認為這種情況會否持續呢 放水,始終是易放難收 今年似乎大陸在中央開會 要力保經濟下行壓力 所以在疫情未明朗前 放水這件事也繼續支撐住 外面對大陸經濟在疫症後 有沒有機會復甦 或者復甦的速度 都有不同的估計 你自己又怎樣看 現在聯儲局都說 環球經濟甚至乎美國經濟影響 大家都多了一些不明朗 不過似乎 大家都覺得是V型反彈的狀態 為何V型呢 大家覺得今次疫情受控的情況 和各方面的對應 大家暫時偏向樂觀一點 因為SARS那次反彈得很快 但今次似乎比SARS影響大 感染的人數、死亡的人數 甚至乎比SARS更多 其實實際上經濟影響 與SARS也很不同 以前就算是中國出口為主 消費比例沒有那麼高 但今次 至今 無論香港也好 大陸的經濟 消費已經佔過很多 內需的比重增加 但我們沒有了春節 這個春節 每年幾千億的消費 今年是報銷 即是週一開始復工 即是2月10日 我們看到 都不是所有的 城市或所有行業 都可以復工 即是我們做的行業 被認為是高危行業 因為我做地產中介 要接觸人 還要帶人到處去看房子 他們覺得會引起病毒 增加人與人接觸的機會 所以我們在內地的分行 大部份都被著令 暫時都未到時間開門 發展商都沒有盤開 這對我們的行業都影響大 不過這些買樓是非必需消費品 短期內影響大 不過需求有機會累積 假設疫情能夠受控 有明浪化 就應該買樓 如果發展商手上 房子未賣的資產還存在 我們做代理人 有一天開工就賺一天錢 那一月沒有開工 那一月就沒有收入 但租金、薪金、照支出 變成我們虧了 是否可以補得回 補得多一點 未必補得完 可能比飲食熱一點 因為始終由1月23、24日 疫情開始比較嚴重 在爆發期後 到現在都三至四個星期 你覺得對整體經濟影響 你的判斷是怎樣 我自己認為 農曆年到現在這段時間 因為為了減少人流 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除了武漢封城外 其他地方都半封城 起碼10日前都未開工 我在上海有些親戚 他們說 基本上他們的隆堂內 街坊組織都在那裡管 一家人一天派一個人出去買東西 似乎他們沒有外出 人流只是去超市 其他地方沒有人 馬路沒有太多人走 其實這次比沙士時出的力量大很多 因為政府出動一些比較強硬、嚴厲的措施 無可避免要付出經濟上的代價 例如開工 工廠多數都被開工 但很多工人回鄉 他們要回鄉 交通工具是否完全恢復 流動時 他們都去到有些省 可能採取措施不同 有些廠商說 上頭說可以開工 但區又有區的要求 所以我相信 可能都要到三月才全面恢復 所以這段時間 整體經濟都受拖累 香港的朋友也很關心 這段時間開始聽到很多 百折資深、裁員等等 對香港人的經濟環境有怎樣看 現在是少數公司這樣做 零售熱、餐飲 我知餐飲是受傷最重的 遲些倒閉的也不少 即使不財源、減薪 不能做、做不下去 或者資金發不轉 失業率上升 我們這些行家都叫員工 放沒有新假期 希望沒有新假期 節省一點 我們公司暫時還未要他們放沒有新假期 除非他們真的很害怕 因為有部份同事說上班也害怕 選擇不上班、放沒有新假期 這種形式 不是公司鼓勵他不要出糧 我們寧願叫同事 既然回來公司盡量積極點 有甚麼可以做 你計劃將來 或者之前未處理的 比較忙 譬如我這段時間 很多積累了很久沒有處理的事情 因為這段時間很多活動都停 所以讓我有機會清理了很多事情 我覺得對未來工作有好處 所以不一定要裁員 趁這個時候打好基礎 等疫情過去 再戰江湖 大家當然最關心 最觀察就是每天看確診的情況 今個星期大家更加關心 大陸突然間多了萬多宗確診個項 阿詩先生 我見你在文章上也有提及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大陸原先的確診數字偏低 因為它要用測試劑 發速測試 測試劑供應有限 例如武漢 我聽到的情況 受感染的人太多 醫院排隊都排長龍 只是重病才有機會去測試 不是很重的 去到醫院那麼多人 每個人都在雪級 每個人都在雪級 無謂自己去交叉感染 所以有很多疑似患者 未有機會測試 現在剛好似轉了領導人 轉了領導人 我相信它也是一次過清了上手 如果之前沒有完全透露出來的資訊 應該這次一次過都出來了 它現在改 它不是那些按住的 它的說法就是 有病徵的 有病徵 但沒有用試劑測試過 而且有些測試的試劑 很多時候因性 也不太準確 所以它看現在其他病徵 臨床的判斷 用其他病徵去判斷 不是純粹用試劑測試 以前積累的那些 一次出來了 所以當天是否13日 增加了14000至5000宗 所以現在最新的 當天不可以算 這兩天 要看按日的變化 最新到今天應該是63000多宗 香港其實不算快 如果你說出現社區爆發 大規模的爆發 可能每天不是幾宗 可能每天幾十宗 香港最新的數字就是53宗 50宗 比日本更少 日本有隻游輪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香港這兩星期不增長 安全度過的機會是大增 OK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細思先生 各位觀眾 如果想多支持我們股壇事件 記得去到以下的網站 給我們一個讚好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